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签署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协议之后 俄国有近60万人集会庆祝克里米亚入俄 民众高举俄罗斯国旗和应由普京头像的旗帜来高呼 让我们来看星岛记者邱佳琪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克里米亚议会主席塞瓦斯托波尔签署关于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加入俄罗斯的协议 签字仪式结束后奏响俄罗斯国歌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签字仪式前 请求议会批准有关克里米亚加入俄联邦的条约 并表示相信议会会支持 随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面对俄罗斯联邦委员会 俄国家杜马俄罗斯各地方和公民组织代表就克里米亚进行全民公投 及其加入俄罗斯的问题阐述立场 他表示克里米亚公投完全符合民主程序与国际法原则 克里米亚过去和现在都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兄弟般的关系 曾经及未来都对俄罗斯很重要 克里米亚今后的官方语言将包括俄语乌克兰语和达达语 另一方面大批新非罗波尔市民在普瑞瓦特银行取款机前排队取款 在克里米亚宣布独立乌克兰银行应对不及 乌最大银行普瑞瓦特银行克里米亚总部限定 每卡每天只能取500格里夫纳约合50美金 乌克兰代总统图尔奇诺夫批评 普京吞并克里米亚是德国纳粹的行为 而代总理亚才纽克表示 冲突已经由政治演变成军事斗争 另外美德两国领袖通电话讨论当地最新局势 在谴责俄国的同时 亦表示各方都应克制妥善解决纷争 星岛记者邱佳琪报道